骑者就能飞上天的摩托车 或许我们只是在科幻电影里看到过 但这次不是拍电影 中国真的自主研发出了飞行摩托车 可让人不敢相信的是 创造这台飞行摩托车的人 竟然是几个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青年 而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造出这台神奇的飞行摩托车 他们只花了8个月时间 无论是设计方案还是飞行控制系统 从关键零部件到是非测验 都是他们独立完成的 从外形上来看 这台飞行摩托车比普通摩托车要酷炫许多 和全街同类型产品相比 它的基数参数也是遥遥领先 该车长2米 宽1.8米 离地飞行高度5至30米 有效载重量150斤 动力方面它采用了更为环保的电力驱动方式 得益于先进的电池管理系统 充满一式电 它就可以飞行20里 在地面上可行驶100里 基本上能够满足普通上满足的日常出行需求 性能方面它不但可以滑行起飞 还能够实现垂直起降 而且该车还有手动和自动两种飞行模式可选 只要你不是恐高 就可以随时骑着它飞上天 这台科技感十足的飞行摩托车 在美国国际无人机展上也是出镜风头 凭借时尚的外形和优越的性能 它成功吸引了众多科技企业和专业媒体的关注 有美国公司现场就提出大量购买计划 甚至连美国飞行博物馆也邀请它入驻 飞行摩托车的出现 将让我们多出一种突破贫穷想象的出行方式 它不仅能大幅缩断我们在交通上花的时间 还能有效解决交通拥堵和道路局限性等问题 可以说是既环保又高效 据悉这款飞行摩托车 最快明年就会批量生产 届时飞着去上班获疆成为现实 而且该车预计售价在10万元以内 你会买吗 感谢观看